以神雕结尾前,杨过和郭静如果打起来,究竟谁更强? 前文我们说过,同时期对比的话,20岁的杨过估计打两个20岁的郭静,差不多跟郭静39岁时持平。 然后就有人问了,如果是到全书完结,36岁的杨过占55岁的郭静会怎么样呢? 即便是以全书最终战力来对比,杨过可能也要比郭静更强。 决亲古的世界大围欧中,金伦与周伯通、伊登、黄耀师的短暂交手,也许看不出什么。 金伦自己说,不惧任何一人,也可以认为是说明不了什么。 但最重要的一条是,五决之下第一的球千任被金伦杀了。 前面的视频中我们介绍过,老四决的综合战力在14分左右, 球千任的势力可能只逼老四决弱1分,大约为13分。 金伦杀死球千任有一个恐怖的细节, 就是当时的金伦应该是还没有把龙象波洛弓练到第十层。 金伦在绝心古之战中旁白说, 国师自练成十层龙象波洛弓后,今日方出逢高手。 从这句话判断的话,要么金优认为球千任不算高手, 要么就是金伦的龙象波洛弓是近期大成。 答案明显是偏向后者,而金伦能杀死球千任, 也就是说,如果球千任是13分的实力, 那金伦的武功应该是在14分左右。 也就是说,此时的金伦在实力上已经跟老四决持平, 而在一年后,金伦的龙象波洛弓已经到了第十层实力大涨, 这时应该有15分左右,实力已经高过了老四决。 这个应该也是合理的。 决亲古武之战,伊登和朱伯通对金伦都没有造成有效压制, 甚至还差点被他打跑了,可见其实力确实不弱于任何一人。 而郭靖因为总督相让成的战士, 成长速度肯定不如金伦的猛修狂练。 所以呢,郭靖从39岁时的13分实力, 到16年后大概有15分左右。 而金伦从16年前的12分实力, 到龙象波洛弓10层, 大概也是15分左右实力。 所以55岁的郭靖跟十层金伦相比的话, 最多也就是伯种之间。 而杨过打金伦在不动玄铁剑和黯然销魂掌的情况下, 就能够将其压制。 所以从理论上来讲, 杨过在不使用玄铁剑和黯然销魂掌的情况下, 一样也能够压制住满状态的郭靖。 而从武学进步上来讲的话, 杨过7年不断地修炼, 而郭靖16年间一直欣喜相承。 虽然九阴真金和全真派的内功, 可以不用特意去修炼也有增长, 但是这个效果肯定不如天天修炼, 更何况杨过自身也有全真派内功和九阴真金。 以神雕结尾前, 杨过和郭靖如果打起来, 最近谁更强? 按照书中两个人的武功定位,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, 两人先对一掌相互试探, 随后两人同时一晃, 各自按赞对手了得。 16年不见, 他功力居然精进如斯, 杨过但觉郭靖掌力成雄坚实, 是生平之中从未见过, 而郭靖则接着对方的掌力刚猛无助, 其事甚至还在自己之上。 两人继续交手, 数十招一过, 郭靖降龙十八掌的尽力忽强忽弱忽腾忽土, 从制纲之中伸出至柔的妙用, 非但丝毫不落下风, 而且趁喜反扑, 越斗越挥洒自如, 杨过不由地收起了狂傲之气, 以全真派掌法和九阴真金上面记载的武功应对。 大约斗了一个时辰, 杨过在空手的状态下, 千招之后, 渐渐地有压制郭靖的状态, 不过好在郭靖性格扎实, 并不急于求胜, 他要胜杨过固然无法办到, 但若是自己连方死守, 杨过想要击败自己也是千难万难。 杨过又斗了一会儿, 暗想, 我虽只有一臂, 但正当圣年, 与郭伯伯拆到一千招, 人胜他不得, 不愧是江湖上文明的郭大侠, 而我这十多年来的功夫, 难道是白练的吗? 但觉郭靖发来了全掌之力中, 吻尸刚猛之气见胜, 心念一动, 旋铁重剑, 既已可无敌于天下, 此时不用更待何时。 杨过抽出旋铁重剑, 剑来掌去, 郭靖顿感压力倍增, 又斗了几招, 杨过停剑, 当凶刺去, 郭靖不敢应接, 携走闪避, 杨过出剑势大, 将周围沙尘直接带起来, 郭靖双墨被沙尘蒙入, 忙身手去抹, 杨过则趁机伸出, 黯然销魂掌, 郭靖虽然遮挡及时, 但身体还是重了一招, 杨过接连使出, 六神不安, 道行理师, 穷途末路, 跟着又是一招行尸走肉, 踢出一脚, 这一脚发出时, 恍恍惚惚惚, 隐隐约约, 若有若无, 郭靖哪里逼得过来, 砰的一声, 震中胸口, 败炸正来。 以上内容, 均为有原文根据的情况下的调侃, 文案上参考了杨过对决, 求千任, 周伯通和金伦的旁白与心理描写, 而郭靖与杨过的论武阶段, 自此也正式结束。